第2聊世紀天天中心 大家好我是Ryo 現在來看看邁亞人對上法蘭克人 那這場比賽是由台灣高手黃甲克 那稍微介紹黃甲克這位選手 之前是在PTTBELL打出一片不錯的成績的一位玩家 那他的分數現在是高達2000分起跳 那也算是實力蠻穩定的一位玩家 那他有點像是要擠進Z40 還有天空熊跟雲大的那種高手團體力 那還有DS他們 那台灣高手還有很多 那比較知名的就大概這幾些 那黃甲克最近在天梯上也是相當料理 我也是蠻常看到他在打的 那有稍微研究了一下他的玩法 他的玩法比較算是有種有點在玩星海爭霸的那種感覺 手術標滿 一講手術標滿就開始來標手術了 好那這邊黃甲克利用銀刺火 一開始黑暗時代有4攻的優勢 那黑暗時代的法蘭克的這個刺火只有3攻 所以這邊鷹刺火可以用這個稍微的攻擊力去 擰壓對手 那優宇鷹刺火本來就跑得比奇兵還要慢 所以這個攻擊力給他多一攻也算是合力的一個 平衡設定 你看這個手術直接老奶 還卡對方拉大象 哇這個鷹刺火 太狠了 直接稍微卡到了 你看這個肉量 稍微有點弄到他的感覺 那由於前面這樣燒我的關係 這個瑪雅人 這位法蘭克的玩家好像有點小吃物喔 不確定耶 這邊蓋了三個房子之後才去蓋這個伐木場 這個順序有點怪怪的 好沒有關係 每個人的玩法層都不太懂 因為正常來說是兩個房子喔 然後再馬上蓋這個伐木場 那他這邊是蓋三個房子之後才蓋伐木場 那這個木材的效率喔 就會有一點點小小落差 好 哇 黃甲克這邊還找到法蘭克的一個羊 哇 真的是手術真的是拉好拉滿喔 先去對房甲找羊 然後自己家的羊還沒有找 那我對手這邊找不到自家羊的情況下 可能就是要趕快去對方喔 去找羊來做 因為都已經知道對方的一個鷹刺在家裡繞了 那很高的機率喔 這個羊已經被幹走了 但是黃甲克也沒有把這個幹到的羊喔 拿回家而放在這個位置喔 這個真的是各種偷偷來 這裡有一隻羊也是幹到了 哇 那法蘭克前期的肉量可能會很不夠喔 這邊會不會 會不會看到 在左邊一點 哇 哇 沒看到 哎呀 差一點喔 這個羊就可以幹走了 好 那這個銀刺猴想要來捅這個奇兵 但有點困難 但村民上來打 欸 但這個村民要有一點危險喔 因為這個村民是沒有這個 織布技術的喔 很有可能用卡一卡的方式 村民就被卡死了 好這邊直接回頭去砍 刺猴但是有村民在幫打 很危險 這個沒有織布技術喔 很容易就被捅死了 這個村民喔 好那織布技術一好 就沒什麼問題了 好 好兩邊再來拿大象 看起來發展都還不錯 好那我們順便加速一下喔 順便來講這個法蘭克文明 法蘭克文明是有免費的這個血量起兵喔 血量可以增加20%的一個優勢喔 那到了帝王時代這個遊俠 血量可以高達192滴血 好就是整個遊戲裡面 血量最多的一個遊俠 那他在前期的優勢喔 是可以有吃果的加成 吃果樹是全果樹裡面最快的 所以這果樹從頭他可以吃很快 所以對法蘭克來說喔 果樹在前面是一件不太好的事情 很容易被騷擾到 很有可能會被吃不完的一個狀況 那吃不完 呃 沒辦法在前期把這個果樹吃完喔 對法蘭克的一個發展是一個很大的影響 那所以他前期的話 這個目標 工兵可能要這邊插個劍塔 或者是把這個 射箭場 射在這個位置 比較容易防守 在這個前面喔 再圍一層出來會比較好一點 但他這樣子圍的話很容易就被騷擾 好 那後面金礦在後面還不錯喔 所以看起來金礦區來說 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都算蠻好守的 好這根插一根城堡在這裡喔 然後TC卡在這個位置 基本上自動量支援點 都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好 那這邊 黃甲克選擇使用三棒棒 撐裝甲的一個開局壓制打法 準備要來攻擊法蘭克人喔 那這邊 一級伐木也下了 OK 但是 對面法蘭克喔 算是打一個更經濟型 一級跟田跟一級 把木都點 那黃甲克因為出了棒棒的關係喔 所以沒有太多的肉 可以去點這個一級 跟動 那這個肉量喔 可能會先去投資在這個小宮的一級射上 而不是投資在這個跟蹤技術上 那因為黃甲克應該是已有看到 這果樹在前面對法蘭克來說 很好弄他 因為這個法蘭克很注重果子的 那這邊小宮趕快 極限出來喔 騷擾這邊 那這邊果樹不能吃 對法蘭克就很髒 那法蘭克這邊去了滿大量的一個 刺猴了喔 哇 刺猴的血量也是很多 54滴血喔 好 那這邊刺猴要上來硬打了嗎 欸 看起來沒有 OK 這邊先死一隻 長槍兵 長龍兵一倒之後 直接一個高打地 裝甲直接硬砍刺猴 但刺猴也被打倒了很多 那小宮有在硬點 但小宮很快就被這個戰卯直接上去點光 哇 那只剩下裝甲步兵 只剩裝甲步兵的情況 目前法蘭克還能打嗎 但這個刺猴要被砍死了 哎呀 反恩克這邊沒有挖金喔 不能出小宮 裝甲步兵 砍這個 毛兵 效果太好了 砍個緊刀 毛兵就受不了了 哇 你看這兩刀 直接快要半血 好 大概五刀就可以砍死一隻毛兵了 所以這個裝甲步兵喔 在前期真的是滿強的 好 千萬不能被他貼到 好那反恩克這邊的話 可能要趕快去挖黃金了 這個黃金趕快挖一下 然後出這個小宮 出了幾隻去擋一下這個 裝甲步兵 不然就是一樣 就去動田也可以 但這個黃金做定還是要挖 很像城堡時代 還是要兩百黃金的 金是遲早挖的 那農田 鋪大概鋪到十五片田左右 十五十六片 就差不多了 那這邊差不多十六片田喔 那這邊還有四隻 欸只有三隻 所以他這邊是撒十七片蟲 有點多 好但是很順利喔 果子還是有吃完 果子吃完的話 對法蘭克還算是不錯的一個前期發展 好 那但是黃甲克第二波進攻要來了 工兵有點多喔 大概六隻 欸這邊是雙射箭場 但雙射箭場的話 最好是補到八斤喔 因為五斤的話很容易就斷斤了 那瑪雅這邊 由於工兵有比較便宜的關係喔 黑暗時代就有 欸沒 欸對 是封建時代就有 黑暗時代不能講工兵 不好意思 封建時代就有十%的優惠啦 就是九折 所以這邊黃金數量可能會吃的 比較那麼多嗎 欸這個戰毛 直接打掉了這個 裝甲啊 裝甲直接過去送掉了 好但這個毛病需要有點多 但是細節是 法蘭克沒有點這個爵士好劍喔 這個一級射沒有點 可能就要蠻吃操作的 黃甲克看到對方戰亡那麼多 也沒有選擇硬上喔 要選擇是在家裡喔 去繼續出這個小工 但是你看這邊沒有八斤的關係喔 所以這邊小工會斷喔 只有一個射箭塔在產這個工兵 要最好趕快去補 喔這邊居然再拉了三隻村民 總共八斤 沒錯 但是這邊還補一個 這個採礦泥地蠻細節的 這個就是比較好的一個做法 雖然我覺得這個採礦泥地有點下得著 這一把木頭 有點太早一點 雖然它這樣子黃金效率會更好 因為如果開兩個採礦泥地的話 村民就不用從這裡挖金礦 然後走回來再放 然後從這裡再跑回來再挖這邊金礦 因為如果村民一多擠在這個地方的話 很容易就會亂跑 亂跑的話這裡的經濟採取效率就不好 黃甲克也是蠻注重這種經濟細節的玩家 感覺都還不錯 這個細節就有注意到 但是這裡有洞喔 這個赤頭跑進來了 不知道黃甲克有沒有注意到洞 好那這邊 法蘭克應該是知道有洞的喔 欸馬上看到有洞了 補起來了 欸黃甲克的反應也是蠻快的 好那黃甲克這邊騷擾有點慢了一下喔 沒有直接走過來 是有點在刻意等洞出來的關係嗎 還是想要先把家裡圍起來 在家裡圍家 好那這邊看到戰貓走出來了 戰貓出來一起射好了 好一起射有三攻 三攻的話打印之後還是1滴 原因是喔 本身的防律就是2 大概是大量戰貓直接硬丟 還是有可能丟死 哎呀倒了 好但是大量公民直接走過來 哎呀直接射死一吋 不錯 手殺 就由黃甲克拿下 那這個墓區喔 雖然這邊還是可以挖木斗 那這裡有個木牆很容易被打掉 這裡還是要補房子比較好 好小公再過來想要去極限設這個村民 但是好像開始就意識到危險了 因為這個戰貓喔 並沒有往黃甲克的家裡開始進攻 而是選著回頭要來包抄這邊小公了 那黃甲克也意識到這邊絕對不能送到工兵 趕快上這個城堡石道去升級這個奴兵 才有可能打贏這些喔大量的毛兵 那法蘭克這邊上城堡石道應該是會再下一個馬舊 對雙馬舊 雙馬舊 然後城堡石道先爆這個騎兵喔 因為法蘭克這個是標準式的開局方式喔 黃金瓜八個人 然後大量農田 然後就會出很多騎士喔 在城堡石道出席喔可以打個一波 結果這邊黃甲克走的路線 並沒有被法蘭克給攔截到 好那這邊有兩隻串連去把這個刺客取消掉 好二級射二級伐木 跟奴兵的升級已經在點了 那法蘭克戰帽也在升級 哇法蘭克這邊很有錢啊 二級馬鎧也點下啦 那二級馬鎧點下之後 騎士的防御率喔 就跟鬼一樣啦 這就不怕那麼弓兵的傷害了 但是弓兵的話如果到了25隻左右 25隻快30隻的數量的時候 只要騎士的權重 然後射到這個騎兵喔 兩發就可以收掉一隻了 所以這邊法蘭克還是要小心一點 現在大概是擊火三發喔 可以殺掉一隻騎士 但是這邊沒有彈造靴 所以有點射歪了 好那法蘭克點下的跑速 跟這個二級伐木喔 那他如果這樣點的話 這個騎兵喔稍微會斷一下喔 你看這騎兵數量出了一點慢 明明剛剛支援很多喔 但是卻的數量很少 那就是如果你要全上科技的一個缺點喔 就是你騎兵的數量可能會夠多喔 好那這邊鷹刺頭 出一隻又要鬆掉了 哎呀 那瑪雅狂甲克這邊秀操作 你看這個手術型玩家 邊走邊殺這個戰馬 所以他會被我稱為手術型玩家 就是這個原因喔 很注重控兵喔 有點像星海的玩法 星海真的很注重這種手術的這種操作喔 那皇甲克可能也是從玩星海過來的喔 看他的感覺有點像喔 他這個打法就有點像是星海真霸的甩機槍喔 就是邊走邊打 打帶跑的一個打法 其實只玩CD5玩家喔 比較不會用這個玩法 可能就射一下射兩下然後就走 不會像這樣射一下射一下射一下 一直回頭一直回頭射 因為星海甩機槍這個走AL是非常重要的 好那來看一下這邊戰馬能不能丟到 哇喔丟到丟到 雖然沒有彈道學稍微走一下 還是可以躲掉戰馬的傷害 但是皇甲克想要努力走 但是這個傷害還是吃好吃嘛 好那這邊大量的騎士直接想要貼上來嗎 沒有 看到修道院稍微萎縮了一下 那修道院在前方我覺得有點危險喔 因為這邊如果直接包甲的話 這個珍驴出來可能會被弄死 但是戰馬沒有過來一點 有點可惜 唉 這個戰馬有六隻阿 射個兩發這個還是有可能打死這個僧侶的 好 反而克打的算是比較保守一點 因為如果真的硬點這個僧侶的話 可能會被皇甲克的弓兵全部射光 所以這邊還是選擇撤退了 算是比較不會衝動型的玩家 好那這邊皇甲克有開TC嗎 有三個TC開了 位置都還不錯 射擊也在農 而且這裡還有出頭側 頭側的話 對付這個戰馬效果就很好 但是要特別注意騎士兵的一個 過來硬拆的一個動作 那如果硬拆的話 就要用這個弓兵喔 加升旅喔 去直接招搶對方的單位 好 會比較好一點 如果皇甲克如果全用生旅去防守的話 這個手術真的是蠻重的喔 他正面很容易擋不住喔 因為皇甲克沒有正面 這個長槍邊的防禦喔 很容易被包掉喔 不然就是要趕快找洞來鑽了 好 但是找洞來鑽還是有點危險喔 因為對方有戰馬 找洞鑽的話戰馬也可以上來硬點 這個騎士的數量越來越多喔 十二隻 好 那這邊稍微斷騎士喔 來點這個一級弓 讓這個騎士的長槍再更高一點 等一下這一波大戰應該會蠻好看的 但是皇甲克提示沒有開開喔 這個戰馬有點危險 完蛋中了 我就知道 這看起來就是要中了 哇 好 那這邊騎兵直接上去硬點 這邊生女開始招翔 三隻生女直接招掉兩隻 兩隻都開始往後撤 第三隻騎士能招到嗎 工兵一直後撤 生女一直倒地 但是這就是我剛剛如同我說的 這裡沒有長槍邊的關係 只能節節敗退 沒有正面的姿騎的關係 工兵只能往後撤 戰馬還在後面硬點 但是騎兵死的差不多了 還在努力輸出 騎兵還有三隻還在砍 好 這邊還在招翔一次 就是這個戰馬趕快上來硬點 OK 點掉 沒有被招到 那這邊騎兵還在往前推進 想要繼續處理這些工兵 工兵速度越來越少 只剩下13隻 這波看起來是黃甲克的大敗 但是投車出來了 關鍵的投車 能不能砸到 哇 這邊還殺一存 好 這邊騎士要過來直接硬點投車 投車應該可以在死前投個一發 好 投一發 但是 哇 全吃 靠 法蘭克 你在幹嘛 哇 這邊為了要去cover這個工兵 所以這個投車直接硬吃這個傷害 但這個地方有點被 法蘭克打下來了 那就有點尷尬了 哇 這個再砸一發 哇 這不讚嗎 很痛 但騎士直接砍掉 好 那修道院裡面有一隻生侶 那還有兩個這個聖物在裡面 那要怎麼把這裡奪回來 是想黃甲克的一個課題 因為對方的戰法 是打這個強軍士 沒有打3TC 所以經濟上來說 雖然會輸黃甲克一點 但是實力來說 軍事實力 是蠻掩壓黃甲克的 黃甲克算是比較打一個 不算是進攻型的一個玩法 但是 他的兵種 就是他這個搭配 會有個問題 就是騎士太大量 沒有長江兵喔 還是有點難打 就會有這個小問題出現 結果這邊 這個城鎮中心 居然沒有射集結點喔 大量的村民都會發呆 那這邊患者就看到了 終於知道了 那這一段期間 這些村民都沒踩資源 有點讓法蘭克賺到 所以法蘭克的分數 我並沒有輸太多 那家裡喔 馬上補下一個城堡 要來守租這些礦區喔 還有農田TC的位置 並免被法蘭克直接強攻進來 騎士直接上來硬騎 那如果法蘭克硬騎的話 遇到城堡就不太好寫 就不會這麼魯莽的直接進攻了 那法蘭克的目標 應該是會先把中間這塊區域拿下來 這個攻城機之道手 還有這個修道獄 全部先拆除掉 那黃甲克的損失一點 建築分數喔 還有這個修道運的裡面的遺跡噴出來 這是法蘭克現在想要做的事情 那如果法蘭克這樣打的話 經濟可能會很差喔 因為他會先投資BK在這邊 那這邊第三個TC喔 運轉成的速度可能會慢一點 會有點小小斷村也有可能 但是這邊法蘭克是有挺騎兵的喔 那如果有挺騎士的話 那其實就不太會斷村了 那如果不繼續騎士的話 通常就刷上地龍時代 那瑪雅這邊黃甲克早就已經點下地龍時代 那也剩下一秒鐘就好了 OK 地龍時代1號馬上點下三級色化學強弩 那強弩現在要450了喔 非常的昂貴 造價成本很高 黃金數量也需求能量也是很高的 好那但是沒有先點上強弩 而是點下三級色跟化學的升級 那目前瑪雅黃甲克這邊有點 算是礦產資源挖太多嗎 他的肉量真的有點太缺了 導致他這個強弩真的按不太出來 好那這邊黃甲克決定不離法蘭克 直接進來 好直接想要靠城堡防守 加上這個 TC喔 點防 好這邊看到城堡會直接過來嗎 有一隻長槍兵在這裡 就一直想要抵擋很困難 但這邊前面有頭車 哇還吃到一發頭死車的傷害 好這邊直接硬點點掉 好這邊黃甲克直接前壓強弩 我弓箭直接在前面 開始射射 好那這邊法蘭克會回家防守嗎 現在黃甲克的想法是把戰區拉到他家 而不是自己家裡 家裡用城堡防守其實就也蠻夠用的了 好那如果看到對方的兵一側 開始在往外派 然後把這個城堡往前蓋嗎 這邊是想法 前置城堡嗎 我覺得前置城堡這個位置不錯 這個可以黃金鎖住到這個黃金了 然後這個黃金也有可能打到 出幾隻瑪雅射手 就可以從這裡開始射 然後這塊金也可以鎖掉 好那看 欸但是這邊騎兵沒有抓到 這邊過來挖黃金的村民 好那這邊強弩也升級好了 好這邊嘗試要開始進去裡面 好但是法蘭克這邊帝王時代還有一分鐘 一分鐘時間其實有點長喔 好這邊挖一個超遠距離挖礦 而且還沒有蓋這個礦產營地 好那這邊戰毛直接在後面開丟 哇這個戰毛有彈倒雪啊很準 OK直接丟光 哇這邊戰毛直接賺光這邊強弩的一個數量喔 哇這個強弩很虧啊 雖然強弩也可以反擊戰毛 而且射速也比戰毛好 但是戰毛是不用黃金的 所以一直被殺好像也不會太痛心喔 黃金數量 來說法蘭克這邊是有點多的 好那這邊點一下騎士 黃金這麼多原因是因為他沒點騎士啊 他這邊斷騎士斷太久了 完全就是在按戰毛按到底啊 沒有在出其他的兵啊 就是戰毛一直限 好那這邊騎士 欸結果這邊黃金不挖還想要 蓋這個死牆啊 去阻止對手挖這一塊金喔 欸結果但是被這麼發現 直接砍死 好但是黃甲克越來越來要來強弓了 來前置城堡了嗎 這邊村民非常大量 前置城堡蓋這個高地好像還行 但是沒有鎖到任何支援點 如果他可以在更早時間點喔 來這邊蓋城堡會更好 結果這個高地是有反客拿下 好但這個位置也行喔 好戰略目標可以打到先把這個TG打掉 但是如果要用這個巨頭來打的話 可能會下到第一處喔 而不是高地去打這個巨頭 所以傷害來說可能就有點慘 好 欸結果這邊有點送兵法 欸黃甲克這邊 強弩送的有點多 完了 強弩一直在送 哇 這邊黃甲克沒有控好 因為這一波重裝在這邊繞嗎 我怎麼覺得太有點 有點控不過來的感覺 好那這邊戰毛 順利解掉上面的強弩的一個進攻 好那黃甲克這邊順利停下了這個重裝場商店升級 那瑪雅這邊也是有級兵的喔 但是如果要很多喔 要趕快去補下這個農田 家裡有空地的地方 趕快補這個農田比較好 這邊其實也可以撒田 然後再把這裡圍一圍就差不多了 好那這邊 法蘭克想要從這個洞進去 欸但是法蘭克的黃金跟肉量 實在是有點少 有點讓他點太粗遊俠 法蘭克沒有遊俠的情況下 真的是很難打 好那這邊 火車一出來就直接被弄爆了 聖加特的弓兵還是很大量 畢竟瑪雅到了帝王時代有七者的一個優惠 搶弩的造料很便宜 欸結果這邊巨頭開始打模仿 結果馬上就被法蘭克抓爆 完蛋巨頭直接擺給 欸兩百斤 掰了 沒了 欸但是長槍兵 給的效果很好 抽了幾下 騎士就要躺地上抽了 更多的戰毛過來 直接反擊 戰毛打這個長槍兵的效果也很好 目前反安克 基本上不用再出這個馬也沒關係 用大量戰毛直接上去硬丟 也OK 喔那這邊 這個突擊還不錯 直接上了硬打 但是後面戰毛雖然還沒跟上 左邊這一組還沒來 就要硬打的話 很危險喔 這個巨頭能拆得掉嗎 沒拆掉 想要肉麻去解決 但是這裡有長槍兵在防守 右邊也有這個法蘭克的巨頭在投資 目前兩邊看起來 法蘭克這邊黃金存量有點高喔 以前兩百黃金沒有把所有資源發光 反正只用戰毛去防守而已 但戰毛數量感覺慢慢跟不上了 戰毛投資的動量很多 沒辦法讓法蘭克點出遊俠 好那巨頭一直慢慢拆而過來 好投資車過去想要處理一下 但是這個戰毛集結點有點尷尬喔 一出啊又要被射了 哇這個沒有在空 好那法蘭克用騎兵想要去做騷擾 直接去後面打單 後面都是城堡 要守住的話好像有點困難 左邊這邊要守住嗎 欸這邊那個牆沒有蓋好 哇這個這個這個地方真是難守了 至少這裡喔可以蓋個房子 好那正面看起來還在兩隊都在續兵喔 都沒有要來打一個 最後決戰的樣子 但我覺得法蘭克很不妙 現在對方有大疾病的狀況 法蘭克出大量騎士 可能是投資可能有點太多了 但是沒有遊俠對法蘭克來說太傷了 好像有遊俠比較好 大量騎兵來了 我覺得法蘭克遇到這種情況 可以考慮出一些火槍喔 然後搭配戰毛 然後少量的一些騎士喔 去做搭配比較好 主要是可以用這個火槍喔 去換對方的一個 擊兵喔 那戰毛 很戰毛的話也可以克制對方的一個強奴 但是法蘭克的戰毛沒有三級 剩下三級遠方 所以被換的話也是蠻痛的 好那 這邊黃甲克想要努力防守這一塊區域 這個強奴數量算是四隻二四隻 還算蠻能打的 而且有幾兵怪防守 戰毛數量有點慘 哇 欸這邊有可能會被 黃甲克射光喔 這個騎士沒有包到 好巨頭順利拆光了 等黃甲克佔據這個高地 有一點小小的優勢在 好但是騎士往上貼 開始貼的話 這個裝兵可能會承受不住 但是後面有更多的擊兵過來防守 擊兵過來 一過來之後 大量的騎兵 立刻應聲倒地 各種騎兵的殘掉聲 完全守住 哇 騎兵幾乎全滅 後面只有那些新產的騎兵 在後方而已 但是這邊投 城堡還沒有被投爆 看起來是不妙了 這個城堡一直沒打到 現在對凡克一個 中進的一個路線 有點困難 通常這種情況 凡克可以嘗試去出這個充車喔 去吸這個黃甲克的充車 欸 箭矢傷害 不一定一定要靠這個巨頭 打對方打攻擊的情況下 出一點這個充車 還是蠻有效果的 那這邊 由於凡克沒有點化水的關係 戰毛的傷害很低喔 只有五勾 那這邊 黃甲克一字排開 開始起射 黃甲克的出入單位 正面還有騎兵的一個防守 有騎兵的話 正面就不怕騎兵了 工兵就可以有很好的輸出空間 這樣原地 原地射擊也沒問題 但是城堡後面掉了 好 如果巨頭可能趕快撤 好 騎兵上來直接一戳 但是後面工兵還在射 黃甲克 正面原地射擊 DPS 拉到最滿 法蘭克 已經沒有支援了 只剩要請起兵出來 而且二級攻擊也沒有點 騎射傷害很低 完蛋 哇 連巨頭也要被射光了 巨頭沒有來得及跑掉 兩隻牌都要倒了 好 那這邊工兵雖然越來越多 哇靠 來到六十隻強弩啦 六十隻強弩 瑪雅人 直接還在往前 結果這邊反而是黃甲克 去點這個衝車 那順帶一提喔 瑪雅有這個重衝喔 所以在早期 還沒有其他的版本時候 人們都會說瑪雅是一個 不騎馬的蒙古 因為蒙古也有重衝喔 而且他的弓兵射速也很快 那瑪雅比較特別是 他也是跑得快的 一個步兵單位 就是他的與射手 跑得很快 所以有點像是不騎馬的蒙古 就有這種支撐了 但是瑪雅這邊看起來 除了要打重衝之外 還想要打這個鷹刺猴嗎 哇他會點這個什麼 中獎步兵 哈 等三隻 等中獎步兵是要來砍什麼 應該是要點那個鷹刺猴才對喔 但也有可能是點錯啊 不確定 好那這邊 正面直接 哇 奇色 咻咻咻咻咻 障礙很高 但是凡克的戰矛很爛 沒有三防也沒有三級色也沒有化學 基本上對於馬來亞的進攻來說 不是太大的威脅 直接反射也沒問題 戰矛太軟了 反射應該要去點化學然後出火炮 來打這個皇甲克的打法比較好 基本上騎兵只需要出輕騎兵 然後出大量的火炮加上戰矛 然後一些輕騎兵出來就好 不太需要去點這個騎兵的感覺 這個騎兵現在移過去就會整法 有點頭痛 但是這邊有一些強武送掉 有沒有用這個戰崗陣型 這個皇甲克這一波三巨頭 直接開始硬拆城堡 這個城堡倒的話 應該對手就要打GG了 沒有地方可以防守金礦區了 金礦存量也不夠了 主金野金第三塊小金在這裡 這個也是最後命賣了 右邊還有一塊金喔 但是資源還是蠻稀缺的 遊俠也沒有點出來 好 那皇甲克大衝車 直接登場 大衝加上衝車 這就是皇甲克我說的這個標配 三巨頭 然後其他都輸衝車 有重衝的文明 我就輸重衝就對了 然後其他輸三巨頭 哎呀 皇甲克的這個觀念很標準啊 有重衝就是要出重衝啊 不然要幹嘛了對不對 三巨頭 還可以繼續輸出 但是衝車更麻煩了 除了要處理前面的衝車之外 還要在處理後面的巨頭 所以讓對方平等壓力 心理壓力是很大的 對方也知道 要處理這些東西已經很困難了 後面還有東西在輸出 這個看起來真的沒救了 皇甲克應該是要打DG 好 衝車 直接頂掉 你看這個騎兵出來拆衝車 吸引非常大量的一個騎兵傷害 而且不是去找對方的攻兵 所以這個衝車出 我覺得是蠻關鍵的 皇甲克這一波 轉重衝的一個想法非常好 現在這個三巨頭 只是在拖時間而已 對方還是可以用城堡 大量的村民直接修回 但衝車的話就很困難了 那對手也知道 這五台衝車一過來的話 基本上城堡絕對是修不起來 那如果他真的要去硬勢 要去解的話 那一定要用騎兵 但如果法蘭克有出這個火炮的話 就應該是可以輕鬆手下了 但法蘭克這邊是你有意識到 所以這化學一直沒有點 如果有一點的話 戰矛傷害也會更高一點 對付這些強弩也是比較輕鬆 這一點也算是 玩家們自己在打的時候 會有點誤入盲區的感覺 我覺得一直在出騎兵跟戰矛就夠了 但其實這種情況下 反而是要去更出 更要出這些工程系的單位 會比較好一點 不然用這些單位打 可能打到後面你經濟不好 還是很容易被打下去的 好 那來看一下兩邊的一個經濟 目前看起來 馬來亞這邊算是比較OK的 因為他的經濟成長來說 算是不錯的曲線 那食物會比較少是正常 因為馬來亞本身是吃黃金跟木頭的一個文明 因為工兵都是需要這兩個資源 那食物的話只有衝車跟這個擠兵 比較需要 那老鷹的話也是重黃金的 所以目前看起來黃甲克的經濟分布 算是蠻適合馬來亞這個文明的 他也算是有注重到這個經濟細節的關係 所以這個經濟調配比較好 因為其實有些人就算玩馬來亞 這個漏量還是會有點太爆表 會可能也是跟法蘭克人 大概25000、26000 除了這個資源量 那可能其他資源會比較少一點 但這個對馬來亞來說 算是一個比較重要的一個課題 那後期有看到這個馬亞 有要出這個英勇士去做反擊 就是馬亞到後期 還是可以出一些英勇士 經濟英勇士去做一個反制戰毛的一個動作 不然戰毛對於馬亞來說還是蠻難打的 雖然法蘭克的戰毛真的是很爛 不太需要太擔心什麼 好那看一下黃金 以記憶而減了三個有1000多的黃金量 好那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